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方宏 主任医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预防保健科主任 博士 硕士生导师 这个一到冬天啊 这个感冒的人特别多 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呼吸科门诊 看病的病人当中 80%都是咳嗽 而且我们临床上会发现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一个咳嗽的病人呀 他可能反反复复要看七次门诊 然后呢他可能要做大大小小的 个例检查要做八项 所有的检查完成了 最后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 还是不知道 即使吃了药以后呢 60%的病人还会有慢性的咳嗽存在 那两位在一场生活中 肯定有过咳嗽经历对不对 这肯定的 是不是 老咳了 刚才一说到咳嗽 我都觉得这个嗓子痒痒的 有点痒痒的 对 尤其是我是对气味特别敏感 就是如果说特别香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异味的时候 我就会咳 感冒啊咳嗽就更是非常常见 对 那么你们咳嗽会去医院吗 刚开始咳应该不会去医院 对 就丙一丙啊 或者是自己买一点重症药啊 现在老百姓都是自艾嘛 咳两天看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出来 如果没有症状说明没有感冒 对 我有一次咳嗽是咳了整整 大概有三周左右 但是有一个现象 我突然发现我就去医院了 我咳血出来了 拍个CT 后来我一拍还好 支气管炎 估计是咳到那个支气管了 咳破了 咳破了 咳破了一些毛支气管 对 两位嘉宾其实刚才已经 把就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些咳嗽的症状 已经说出来了 其实咳嗽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症状 大概的罗列了几个 最容易犯的咳嗽 最容易被忽略的咳嗽 和最容易致命的咳嗽 还有致命的咳嗽 不会吧 这个咳嗽还会致病啊 咳死了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吧 来 最容易犯的咳嗽 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咳嗽是什么呀 就是冬季感冒后的咳嗽 感冒后的咳嗽 为什么是冬季最常见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知道冬季冷风吹 直接在外面一呼吸一张嘴 冷风进去 刺激你的这个嗓子跟肺部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冬季大家都觉得很干燥 干燥的话肺也燥 所以我觉得容易咳嗽 冷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脱衣服穿衣服啊 有的时候就是容易着凉 一受了风 风了之后呢 又会感冒 所以就是感冒的频率增加了 然后引起的咳嗽可能就增加了 其实那个温度啊 这个下降 温度的变化 包括这个湿度 这个风 都对这个免疫 它有一个降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 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呀 我们这个自然界有200多种病毒 潜伏在我们身体周围 就是它只在冬季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病毒 对的 冬季温度越下降 这个病毒它的那个活力 繁殖力越旺盛 所以呀 你看就是病毒啊 腺病毒呀 新冠病毒呀 都是冬季出来 200多种潜伏在我们周边 你们觉得很可怕吗 那这些病毒 是不是都会引起咳嗽这个症状呢 它都会引起我们这个感冒 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 老百姓俗称就是普通感冒嘛 还有冬季 为什么感冒多呀 是因为这个雾霾 空气污染特别厉害 所以这几个原因呢 都是造成我们冬季感冒 这个感冒后的咳嗽 加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有的时候感冒很快就好了 那有的时候就会咳很长时间 怎么都不好 是 所以呢 根据这个感冒的这个时间啊 我们可以临床上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说咳嗽在三个礼拜里内的 我们叫急性咳嗽 所以冬季最常见的是什么呀 急性咳嗽 但是如果这个咳嗽没有治好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造成的三到八周的咳嗽呢 我们说是亚急性的咳嗽 那临床最最讨厌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慢性咳嗽 咳嗽超过了八个礼拜 然后呢 千言不喻 这就是一个慢性咳嗽 大家经常感冒以后的咳嗽呀 对吧 三个礼拜以内的 但还是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咳嗽 还包括什么呀 职业原因 比如说一些化妆师 理发师 香水一喷 啪的就又发咳嗽了 这也是急性咳嗽 对对对 一般我们这个急性咳嗽的话 因为感染的这个病原体不一样 然后呢 你的自己的这个体质不一样 你的慢病不一样 所以它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一样 所以一般呢 我们这个急性咳嗽啊 我们要简单地分一下什么样 比如说 我们要分一下风寒风热呀 风灶呀 然后呢 因为它感染的这个细菌不一样 所以它的痰的颜色也不一样 就是我咳嗽的时候 就我妈一直会跟我说 就是比如说我咳嗽咳痰 特别浓的时候 我妈说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去医院了 对也有这种说法 因为炎症都咳出来了 因为它是那个 都讲说是那个就是好的细胞 跟那个就是 坏的细胞在打架 然后那个痰呢 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 战争的这种 就是说残留的一些废弃物 对这个是好的信号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 老百姓老是觉得 咳嗽咳那么长时间 弹簧的出来了 应该是好了对不对 其实弹簧是代表着 机体有炎症 就是我们说的 里面有混合的细菌感染了 它就是浓性 浓性的分泌物出来了 黄 黄说明有炎症了 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好像是觉得变黄之后 过一阵子 它慢慢真的就好了 对 普通的像急性咳嗽 对吧 都是感冒 然后呢 激发一个细菌感染 所以它病成的出气 它是白的 轻的弹 但是到了后期 混合一个细菌感染 是浓坛了 我们说的老百姓 很喜欢自己吃抗生素 所以它呢 一把抗病毒 一把抗生素吃下去 吃到后来感觉好了 其实是什么呀 是抗生素起了效果 大部分的急性咳嗽呢 是感冒后的咳嗽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宗旨 是什么呀 就是要保存你的正气 也就是说 你要注意休息啦 多喝温水啦 少吃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呀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 辣的呀 新的呀 对吧 加重你的咳嗽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第二步 就是要对症治疗啦 比如说有鼻炎的 咱们可以用一些 减轻这个鼻子 这个充血的一些 那个药物喷的 对吧 好 如果有咽咽啦 咱们就吃一些 清咽利喉的 对吧 如果有痰啦 咱们就去吃一些去痰的 如果有咳嗽了 咱们可以吃一些 止咳的药 那么如果经过 这样的一些处理 还是不好的话 那么原则上面 我们应该要马上要去医院去检查了 我们是不是在感冒的初期就要把它抑制住 不要让它发展得很严重呢 是啊 一个感冒看起来听上去非常的轻 对不对 好像感冒后咳嗽没关系呀 这个急性的咳嗽 三个里面没有看好的话 它会长哪边发展呢 雅极性的 慢性的咳嗽 这个就会增加你的很多的痛苦 感染后的咳嗽 是不是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了 对 然后引起的咳嗽就拖的时间长了 对 这个呢是最常见的 我们说是跟肺支气管 气管相关的一些疾病 是雅极性的咳嗽 但是这里面也会隐藏的一些 不是肺支气管的问题 是我们说的肺外的一些系统 引起的咳嗽 民间有个说法说感冒后百日咳嘛 百日咳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应该就超过了八周 应该要十二周了 所以很多感冒之后 要咳个一百天 觉得是很正常的 没有百日咳那是很痛苦的 怎么会很正常 对因为严重影响你生活质量 老百姓常说的百日咳 就是符合我们的 大于八周的慢性咳嗽 那这个里面很多很多都是由于 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感染 因为感冒千言不愈嘛 对吧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哮喘啦 等等等等 COPD等等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 最容易被忽视的咳嗽 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你们在座的两位嘉宾啊 包括主持人 家里面有没有 比如说亲戚朋友呀 这个咳嗽特别奇怪 要是不咳的时候 就像正常人 一声都不咳 然后有说咳的时候 就是一直不住的 是的 还有呢 它就容易是在半夜发 凌晨发 对 就是大家要睡觉了 对不对 而且对他自己的睡眠质量 也是很有影响的 是的 而且这些多发于老年人 对 小孩也容易 其实各个年龄层次都有 为什么说 他是一个临床上最忽略的 最容易被忽略的吗 很多咳嗽觉得 我肯定是气管炎啊 怎么跟哮喘打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治疗疾病的时候 医生会给他喷一支这个激素 他一看那个激素就怕了 为什么我一个咳嗽 你要让我吸这个激素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种 认知上面的一些错误 导致这个疾病 因为他症状不典型 对吧 所以诊断它也比较的难 要做特殊的检查 最后呢 一重型 病人这个吸入激素的 一重型很差 造成这个疾病呢 现在的控制率比较的低 像我儿子小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 而且他有的时候 就真的像那个 我们专家讲的 他就是半夜里面 咳得很凶 有一次他就是 我记得 他咳咳咳 我们全家人就是很揪心 睡不好 然后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妈妈 我感觉我的心脏 要被我咳出来了 好可怜 对呀 然后就是弄得 我们就很焦虑 后来到医院去 医生就说 他已经是有点喘了 但那次吧 特别奇怪 因为他没感冒 也没有生病 就是突然间 就好像咳得 就那么严重 所以我也挺纳闷的 我说到底是为什么 不知道 我今天呢 带来了一样东西 可能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 好真的 答案就在我们健康魔方里 请方主任打开我们的健康魔方 是个枕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枕头 它背后隐藏着一些 什么样的致敏源 我觉得其实过敏源当中 可能是那种 那种虫类 菌类 满虫类的有关 可能这个是过敏源 其实呢 就是我们说的尘满 我们亚洲人啊 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过敏 它其实跟尘满有关 像我们亚洲人呢 是一般是乌尘满 也就是我们说的枕头呀 床垫呀 包括这个被子呀 地毯呀 沙发上面那个茸茸的遮挡物 其实都是的 尘满它为什么会加重 或者诱发过敏呢 是因为这个尘满 它本身这个身体的一些 组织的碎片 包括它的一些分泌物 都会是造成我们这个 吸露性这个过敏源的 主要的原因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枕头 清理干净了 没有尘满了 是不是就不会引起 这个变异性的哮喘了 其实这个尘满 它非常的狡猾 表面的一般我们有时候 用吸一下要晒一下拍一下 都不能够杀死生部的尘满 就我们人呢 每天会自己身上会分泌 一颗左右的这个皮肤的这个 屑屑是吧 这个一颗的皮肤屑屑 它可以养活一百万只尘满 天哪 天哪这样 任何一个枕头都会有尘满对吗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棉纺织物的一些 特别是像鹅绒 像棉花 尘满它特别喜欢吸附在 这些纺织物上面 所以一般我们的表面的清洁 根本除不进这个尘满 那尘满它又有落点 它呢是在25度的时候 湿度在75 就是我们说的湿度的时候 它是最最容易繁殖的 那么大家想想看 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它 要么暴晒 对 要么就是 冷冻 大家洗被子的时候 对 60度 高温 高温 对 丧命 或者就是冷冻 冷冻 但是你说冷冻的话 我们平时在洗被子的情况下 好像很难实现 但是高温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对高温 咳嗽病性哮喘 这些人他有一个共性的问题 他都有一些过敏体质 所以这部分人呢 很痛苦 一般我们的描述是什么呀 半夜 他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面 碰着肚子咳 因为咳得了腹肪 肚子都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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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严重的话就咳得肚子也断掉 到了这种程度 这种病人呢 到呼吸科的 我们要做一个肺功能检测 叫肢气管激发实验 或者是另外一个实验 叫肢气管疏伤实验 如果是阳性的话 那么就可以判断 它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 但如果这些症状都不典型 就咳嗽也很轻微 晚上稍微咳 不影响睡觉 可能还要做一个 阴阳化碳的呼吸检测 也能够判断 它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 所以说到这个变异性的哮喘 如果说它是指咳嗽不喘的话 也可以叫做是变异性的哮喘吗 对 所谓的咳嗽变异性哮喘 就是咳或者胸闷 它没有喘气 还有胸闷 对 咳嗽变异性哮喘 其实是哮喘的一种类型 只是它不典型 那这部分病人呢 一般都有家族食 比如说从小就有过敏啊 小时候生出来有奶显啦 对吧 有鼻炎 鼻动炎 对吧 吸肉 还有呢 群麻疹 湿疹 还有呢 就是爷爷呀 或者奶奶呀 外公外婆 对的对的 谁有过敏 爸爸妈妈可能也过敏 然后呢 他也有过敏 遗传 对 就有一些过敏体质 在临床上越来越多的是什么样 以咳嗽 或者是不典型的 就是这种症状的咳嗽变性哮喘 但是治疗呢 其实跟哮喘是一样的 对的 除了我们说的这种 沉满呀 吸露性的 其实大家还要把这个思维再拓展一点 有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呀 吃的 食物 食物性的一些过敏原 对不对 还有一些是温度的变化 甚至是一些什么样 我们说的兴奋 都会造成兴奋 比如说大笑 很开心嘛 大笑它会造成这个气管筋燃 又会加速这个哮喘的急性发作 引起了气管的 骤然的这个收缩 导致了这个哮喘 但凡您有刚才说的那些夜间的咳嗽的症状 然后呢 肢气管疏伤试验又是阳性的 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过敏原测试 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过敏原都是你无法想象到的 本节目呢是由健能异军精锻守护的光明健能冠名播出 好 这个完整的称呼是叫慢性阻碎性的肺疾病 就是临床上最常见的COPD慢阻肺 挺吓人的 这个我一直听到 但也没有听到说它会致命 或者说它比肺癌还严重 但是咳嗽的人啊 就是很怕这个东西 很怕这个啊 就是千万不要发展成这个 他说的慢性支气管炎压 比如说一些支气管哮喘 对吧 它没有很好的控制 然后呢 这个病程很长 它总有一天会走到COPD 除了慢性咳嗽卡痰 它还有一个胸闷喘憋 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 给大家描述一下啊 比如说一开始 它走楼梯走路都不喘 然后呢 过了几年以后呢 走路走楼梯喘了 再过几年呢 坐着也喘了 再过几年呢 穿衣服都喘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 再最后呢 就是丧失了这个生活劳动能力 躺在床上吸氧了 然后再发展到 COPD发展的后面呢 就是肺心病了 引起这个新功能衰竭 所以为什么说 它是最致命的 病肆率很高 治残率也特别高 天哪 它最致命的问题在哪里呢 肺炎看得好吧 看得好 对 感冒看得好吧 看得好 COPD呢 它是可以预防 可以治疗 但是不能治愈 生活质量 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非常差 因为大家没有顺利 这个奇境的体验到这个船 它就是那种透气啊 透不过来 哎 老师是短一口气嘛 对不对 然后做任何的事情 它都会气短 胸闷 很多的新的治疗的技术设备 没有出现之前 很多COPD的病人 肺心病病人就是这么活活 憋死的 哎呦 好痛苦哦 怎么样的一种人 更容易得这个慢足费呢 其实小王老师说的是一个 COPD的高危人群 就哪一些人群我要当心了 对不对 抽烟的 被动抽烟的 家庭里面的主妇们炒 起油锅 那个烟也是的 还有什么样 空气污染啊 尾气啊 天哪连五 对不对 还有什么样 跟你的工作性质有关 一些尘埋呀 长期暴露者 一些我们说的粉尘呀 或者是矿物采矿等等的 这些人群 还有小时候经常肺炎的 上呼吸道感染的 就是默默的恶症狂 经常感冒 咳嗽肺炎 老师要到医院去治疗的 反复的 婴幼儿时期的肺部的感染 这种人 未来COPD的概率很高 都是慢足费的一个高危人群 对的 最后呢就是梳理一下家族史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谁有COPD的 这个还遗传啊 对 他的这个 如果有这个家族史的话 那么未来小孩 他的这个COPD的这个发生率 要比正常人高 他有年龄段吗 就比如说哪个年龄层次的 更要注意一点 他的发病率更高一点 其实呀 我们国内有个大数据 20岁以上的成年人 COPD的发病率 患病率已经到了8.6% 20岁 20岁 所以为什么说 婴幼儿时期的肺部 感染呀 要及早的控制 不能禀啊 慢足费的这咳嗽 就咳到什么程度 就要引起注意了 本节目呢是由 健能异军 精盾守护的光明健能 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油中黄金 金融与古葦多大米油 特约播出 家里的那个老人 比如说一到冬天 他就会咳 每次要咳超过三个月 对 然后呢就是胸片啊 什么检查出来 说他有慢性支气管炎 这种病人 一定要定期的做肺功能 一些时间呀 什么东西会缓解 对不对 然后呼吸科医生呢 会给你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胸片啦 肺功能啊 CT啊 如果他觉得啊 不是呼吸科的问题 他会把你转诊到其他科室 他是根据您的症状 来进行分诊 所以第一 一定要去看呼吸科 那今天呢 我们受到有 最容易犯的咳嗽 最容易忽视的咳嗽 同时呢 还有最致命的咳嗽 那得了这些咳嗽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治呢 在下一期节目中呢 就会为大家揭晓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 放红主任 做客我们的民意化养生 也谢谢我们的 两位健康分享员 同时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 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 民意化养生 好 今天节目是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